这里上面有描述一大堆有的没的 就是说我有用光跟云母片 云母片插进去会阻挡生长树的移动 那他说请问下面的各个设计 何者会让金向右弯曲 好那我们一一画 首先如果你的生长点被整个阻断了 你下面完全没有生长树 这个金不会长 所以我就直接描述他的外形 这是他的结果 他根本没长 因为生长树下不去 他的金不会延长 但如果今天呢 我是这边插着 然后在这里生长树移过来了 这边是生长树 画点点代表生长树 他就会弯过来 而且会长长 为什么会长长 因为被生长树置疾才会延长 好所以我现在画的是 他不但延长了 还弯向了光 因为下面有生长树 就弯向右边了 好再看C 这边本来有生长树会移过来 但是生长树下不去啊 所以生长树只能留在这边 所以他会微微偏左 因为生长树只能从右边这边下来 因为如果用来挡住生长树 左边就没有生长树 右边有 好那所以他是向左边挡 再来看这个株 如果今天没有阳光 生长树这边下不去 这边就会下来 所以他就一样往左边 会长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好那像一选项 这边挡住了 所以这边没有 这边有 那就向右边弯 好请问这几个选项当中 谁是向右弯的 就是珠跟一咯 所以答案是珠跟一 本来有 那比如说你说哪一个选项 可以解释吗 我懂得意思了 就是我虽然是在那边阻断 但是我之前分明的还残疑 他有没有办法微微向上涨呢 你居然是这样思维 他也不会向右玩 我懂得意思了 原来还有光 还有光照的时候 这边就很多了 你现在在阻断 你是问这个吗 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都不会考虑 之前留下来的 生长树 是个很小分子的植物基数 它很快就分解掉了 所以如果这个植物要持续生长 你必须那个源头 就是经底 要不断的分泌 不断的刺激 不断的分泌 不断的刺激 它只要一钻掉 一关掉 生长树很快就分解掉了 所以就没用了 所以必须要 你一阻断就没有用 所以阻断很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 当时也是通过这些 认明几个事 像这个图我少了一个 如果今天我光是这么照 然后我是这样插 这样变态 我跟他讲这样插 它还是直直向上 不会有像性 为什么 因为生长树是从这边 因为光的刺激 它会向左边移动 然后才往下的 但如果你今天被插了之后 没办法移动过来 两边就一样多 还是直直向上 它少了一个这个时间 这时间好玩 我直接插过去 所以生长树都没办法横移 像性依然会消失 这是多选第三题